台东县池上向大浦部落位于秀丽的山川之间 大浦部落约在日治时起行程 此地的阿密族大部分由大坡与大坡池西侧沿岸迁徙而来 原本此地地表为河床地也称为西浦 因为面积大而被称为大浦 融合了原住民的身后文化和优美的自然景观 大浦部落举办了盛大的2023年丰年纪 这是一个彰显感恩丰收 凝聚部落情谊的重要活动 也是展现台东原香魅力的绝佳机会 大浦部落的丰年纪充满了多元丰富的节目 包括了悠扬的原住民歌舞表演 由部落头目其劳领唱 参与者都能够深入地了解原住民的生活方式 和传统的文化价值 感受到部落居民的热情好客 活动中的部落美食带来了一场味蕾的盛宴 让贵宾族人游客都品尝到 原汁原味的台东池上好风味 还可以欣赏现场的音乐演奏 公主在协助的立场上 尊重部落怎么来办理推动自己的文化 我觉得这是一个改革也是一个改变 改变是为了让这样的文化可以更好 活动范围当中 那尤其是我们代表会在这样的支持之下 这样预算所有的工作 让我们可以顺利费动和执行 那在这边也感谢代表会 那当然还有台东县政府 在我们方民总组长所在意之下 由台东县政府来支持时尚下工作 把这样的风年进化可以办得更强更亮 甚至铁额文化跟观光的飞动 风年既不仅是庆祝农作物丰收的节省 更是文化传承和部落青年互相交流的平台 大浦部落更希望透过风年纪的活动 向更多的人展示原住民的文化信仰和智慧 促进社区的凝聚力 让部落的故事在这片土地上 继续的流传发光发热 大浦部落的2023风年纪 不仅是当地的盛世 更是台东县的文化瑰宝 诚挚的邀请全台的游客 前来参与2023 来池上追风精彩的节庆 一同感受到大自然的恩惠和原乡的情怀 记者高家会在池上乡的采访报道